这个老头有点坏 四个小伙救了他女儿 想要拜他为师 结果老头不教武艺 反而打发他们去干活 老大去竹林砍竹 老二去菜园挑肥 老三去后山搬砖 老四去末房拉末 四个兄弟满脸无奈 想要拒绝 可外边又有成堆的官兵 一旦出去就是个死 原来当今失逢宋末元初 元氏族开国称帝万国来赫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前来见见 得到了元氏族青睐 留他在朝中任职 某天马可波罗正向元氏族汇报工作 却突然碰上两位刺客进攻行刺 元氏族不慌不忙杀掉其中一位 却又将另一位刺客放走 这是元氏族的计策 他任马可波罗为督官 密切跟随刺客踪迹 找到其他汉人同伙 如有风吹草动 立刻全力镇压 就这样 马可波罗一路尾随刺客来到扬州 在将重伤的刺客杀掉后 马可波罗不忍杀掉刺客遗双 打算将他送往扬州府 却不想 刺客的四位结拜兄弟得惜此事 直接出手救下女人 将他送回娘家天道庄 马可波罗没有追进天道庄 而是派重兵为首此地 毕竟没有实质证据 贸然进庄搜人 恐怕会引起当地汉人不满 造成动乱 马可波罗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而天道庄内的四个小伙也不敢突围 没办法 为了活命 只能老老实实听从庄主安排 干活混饭吃 老四率先来到末房 偌大的石墨粗糙不堪 却没有可以用来推磨的墨干 老四东张西望 正想寻找 末房里一个秃顶老头 却慢慢悠悠站起身 端详起老四的手掌 秃顶老头摇摇头 一棍子打在老四手上 让他先去炒豆子 老四无奈生锅起火 黄豆倒进锅里 却又到处找不到锅铲 老四管秃老头去要 然而秃老头两眼一瞪 锅铲是铁器之作 齐形如刀 官府根本不许民间使用 亏得老四胳膊上面两只手 难道只会用来吃饭 被老头呛了一顿 老四皮笑肉不笑 幸好他练过几年铁杀掌 不然今天非把手给烫坏 老四双手翻炒黄豆 想要给老头难堪 谁知刚铲了没几下 双手就七仰无比 老四质问老头 在豆子里夹了什么 可老头一脸孤傲 根本不予理会 只有老四忍不住挠痒时 他才会一棍打来 可令老四继续炒 老四遭受着 秃顶老头的折磨 而另一边 老三也不好拨 他听从指令到后山搬石头 块块大石沉重无比 老三卯足力气去搬 好不容易扛起一块 监工的烟袋老头 却直接往他腰上储 老三泄力 差点被石头砸到脚 正要发火 烟袋老头却满脸见笑 说他浑身力气不去打圆人 却反过头来欺负他老人家 老三气得牙痒痒 选择不和老头一般见识 却不想 这老头蹬鼻子上脸 又是一下戳在老三肋骨上 老三怒目而逝 然而老头却神神叨叨 气力气力 有气才有力 气是内劲 力是外劲 内劲不成 那外劲也不过是看起来 比旁人多几斤肉 老四和老三忍受着 各自老头的折腾 但他们不知道 和老二相比 他俩已经相当幸运 老二来到菜园挑肥 本事轻轻松松 不费什么力气 可谁知 一旁的管事老头十分手健 趁老二不注意 他一棍子把老二打落尺中 还笑咪咪的说 爬出来的是王吧 老二怨怒 双脚距离往上跳 却怎么也跳不出这滩肥水 一天下来 老四双手红肿 老三满身瘀青 老二更是满身污秽 三兄弟满肚子怨气 找老大抱怨 然而老大却面无表情 和他们说起自己 白天 他随天到庄庄主 到竹林砍竹 同老四一样 也是没有刀具可用 老大无奈 用手拨竹 可根本顶不住竹子的韧劲 无奈之时 庄主老头微微一笑 扯下竹子交替旋转 瞬间就把竹子扭断 老大想要照葫芦画瓢 结果刚转两下 腿上就被竹子刮得血肉模糊 而庄主老头健壮 只是深深看了老大一眼 便扭头离去 老大到底是老大 很快就明白庄主用意 元氏族不许民间私藏刀具 更不许百姓习武 庄主有心打磨四人武功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训练他们 如果他们只能看到 表面上的脏苦累 选择偷懒 那才是错失了天大的机缘 一语震惊思索 几个兄弟立刻反应过来 老三当即跑去后山 找烟袋老头指点 老四也立刻冲回末房 听从突老头指令乖乖推末 至于老二 洗洗干净 明天接着跳水池 鱼不捉不成器 在四位老头的魔鬼训练下 四个小伙渐渐挺过了开头的煎熬 各自的武功颇有精进 庄主看在眼里心中欣慰 可同时他也犯愁 四人的火候还不到家 如若马可波罗此时进攻 恐怕天道庄难以抗拒 庄主的担心完全正确 等待马可波罗办案的原始祖失去耐心 他派出朝中三位勇士前来协助 责令马可波罗速速办妥 马可波罗领止行事 他告诉三位勇士 自己一个人先潜入天道庄 窥探四个刺客的秘密 等明日一早 三位勇士再携大军赶到 到时有了准备 便能一鼓作气扼杀动乱 不得不说 作为外邦人 却能得到中原皇帝重用 马可波罗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谨慎的马可波罗一计潜入天道庄 果不其然 老四掌力惊人 随随便便打碎木块 老三力大无穷 动辄之间粉碎巨石 老二身法鬼魅 在水池之间跳跃自如 老大铜皮铁骨 钢铁利刃不能伤其分毫 马可波罗暗暗心惊 正想离开 却突然听到一个屋子里有哭声传来 马可波罗偷偷探听 竟不想是天道庄主的女儿 他为王夫守灵百日 王夫的四个兄弟也以学友所成 他了无牵挂 终始决定追随王夫而去 冲进房间想要阻止 然而已经为时太晚 看着怀里死去的女人 马可波罗正敢悲伤 却不想天道庄主从门后走出 赫令马可波罗放下女儿尸体 马可波罗大怒 质问他既然早就站在门外 为何不来阻止女儿 却不想庄主文言面无表情 蒙古铁蹄蹂蹂躏中原 施行暴政 他的女婿行刺暴君失败身死 而他的女儿一心追随丈夫 他即便是阻止又有何用 暴权不出 他们永远不得安女 要是你的国家被蒙古人占领了 在你的家园实行血腥暴政 你是反抗 还是投降 当然要反抗 下意识的回答说出 马可波罗瞬间明白刺客们的心情 由于良久过后 他终是把明早进攻天道庄一事 如实告知 马可波罗希望天道庄众人赶紧离去 然而血气方刚的四兄弟却要留下 削成一身武艺 他们不想再东躲西藏 便是为了死去的凶嫂报仇 他们也要与援兵正面硬刚 马可波罗无奈 只好详细告知援军三位勇士的详细情况 大手印传人财达鲁 一手掌法尽力刚猛 唯有老四的铁沙掌可以硬扛 摔脚手杜利丹 被他抓到就是丧命 老二的轻身功法正好克制 双刀阿布拉花 刀法鬼魅奇快 只有老大的金钟罩 他奈何不得 至于破坏力极强的老三 用来阻挡援兵的群攻正合适 马可波罗让老大把自己捆起来 借此引开双刀带领的第二小队 避免三勇士合力出手 而等到约定时间一到 一切也正如马可波罗所说 大手印和摔跤手冲进天道庄 想要速战速决 却奈何不了老四的铁沙掌和老二的轻功 外面援兵如潮水涌来 老三大喝一声推倒石墙 一下就砸死一大片 双刀追着老大跑了树里 却根本砍不动老大的金钟罩 四兄弟按部就班 遵照计划对付敌人 老四和大手印对立发展 强大掌力直接拍出对手的心头血 老二闪转腾挪 耗尽摔跤手力气 一个飞踢踏碎他的咽喉 两人冲到门口想要帮老三 却不想官兵们虽已被尽数解决 老三却也已经重伤垂危 他力大无穷不假 可并没有老大的铜匹铁骨 近战加远攻之下 老三只能用尽最后的力量推翻梁柱 多拉几个援兵陪葬 老三身死 另一边老大也在与双刀纠缠 肉身对铁刀枪作假 双刀果真奈何不了金钟罩 老大越打越勇猛 正要一举击杀对手 却不料对手一刀砍中腰部 直接留下浅浅血痕 老大惊恐 按照天道庄主所说 金钟罩功夫越到后面越难练 到最后总有一刀两寸的地方无法练成 而这些地方被称为罩门 而老大的罩门处正是在这环腰四寸 被对手无意识捕捉罩门 老大心中慌乱 加紧攻势打落双刀武器将之击杀 但周围的援兵不是瞎子 老大弱点怎会轻易放过 几个弓箭手战成一排 飞剑掠过 老大的罩门直接被破 力量和速度顿时削弱 老大怒喝一声 红着眼睛冲向援兵 修罗般的气势吓得援兵四散亏逃 可老大的生命力也走到尽头 看着这位孤胆英雄 马可波罗满眼伤感 可最后却也只能握一握老大的手 扭头离开 援朝统一是大势所趋 他能为几人做的也就到这里了 可惜这原本前途无量的四兄弟 如今却只剩下两个黯然退场